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好我是老王 无论是工作或者是游玩 都一定会搭车 很多人在半夜的时候 都遇到无法解释的事情 我们有一位观众 就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他说 老王我想要问 我们全家已经移民到澳洲七年了 某一天晚上 我跟我弟要从大城市 采买物资要回去的时候 在野外公路上 有一个未知物体 站在公路旁边看着我们 因为我们常常开这种晚上的公路 通常会遇到的 就是袋鼠或者是像鸵鸟的鹅苗 但是基本上 这些动物看到车 就会逃跑或者是乱冲 根本不可能站着看着你 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 瞬间发毛 才回去确认行车记录器 到底有没有看到东西 结果仔细一看 才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影子 老王这是鬼吗 还是什么 大家可以帮我鉴定一下吗 接下来老王要给大家看这一则影片 各位观众看完以后觉得这是什么呢 老王看完以后认为 这应该是动物林耶 他甚至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观众开车过去 所以不用太担心 开车真的会遇到不少灵异事件 今天我们要来说灵异公社的一则故事 故事很长但很可怕 接下来老王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爸妈接到花莲姨婆的邀请 说要我们去花莲游玩 谈心几天 我跟我弟弟也因为很久没有回去东部了 就提开车 载着爸妈一起去姨婆家 因为怕塞车 所以我们选择在星期天的一大早出发 果然当天往东部的车辆比较少 很快的我们就抵达了花莲 花莲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好地方 姨婆带我们去逛了几个风景漂亮的市场景点 也品尝了当地著名的小吃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傍晚 因为隔天我跟我弟弟都要上班 原本我们打算在傍晚五点半就要返回高雄了 但是弟弟说 我们好几年都没有去东大门夜市了 就逛一下 他大不了晚一点我们轮流开车 这样也比较不会累 后来我就答应了 等逛完东大门夜市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十点 我跟我弟弟就先返回高雄去了 爸妈则会在这边继续待几天 夜晚的抬11线几乎没有什么车哦 车速可以在限速上 不过眼前的景象真的超级单调又无趣 我开到八旗休息区的时候就有点想睡觉了 就开进休息站跟我弟说要交换开 换我弟上路以后 弟弟先随口说了一句脏话 接着就说晚上开车就真的很无聊 你根本没有风景可以看 我就念了弟弟说 哎呀你就专心开车啦 过没有多久我就开始入睡了 一路上弯路很多身体有一些摇晃 我也习惯了那种感觉就没有睁开看 也不知道开了多久车子突然停下来了 我就听见开关门的声音啊 我心想应该是弟弟去上厕所 过没有多久就听到弟弟在说话的声音 应该是弟弟在讲电话 随后我又听到了开关门的声音 弟弟可能上完厕所要出发了 但没有多久我就又听到了第二次开关门的声音 这次应该是弟弟车门没关好 所以我就随口念了一句啊你车门关好啦 就继续睡着 车子开着开着 我觉得越来越冷 就跟弟弟就说 弟弟啊 冷气调高一点啊 弟弟回我 空调25度哪里会冷啊 我就回弟弟说 那你把车窗关起来啦 弟弟有说 一路上都没有开车窗好不好 就在我想要继续睡的时候 我耳后方传来一个声音 我马上下醒哦 不对啊 车内接我跟我弟弟两个人 哪来的女生笑声啊 我马上睁开眼往后看哦 虽然当下没有看到后座有人 但我就是觉得后座传来一股淡淡的酸臭味啊 我看着旁边的弟弟 弟弟一直笑咪咪的在开着车哦 这画面觉得有点诡异啊 开了一段时间 请向右转 请向右转 车用导航机突然发出大声的提示声哦 要我们右转转过去 弟弟就照着导航指示直接开了过去 我就骂弟弟说 哎弟 你在干嘛 你继续直走就可以回家 你干嘛右转 弟弟却不理我 继续笑咪咪的往里面开 两边的杂草和矮树丛越来越高 弟弟停车啦 你停车啦 喂 喂 你干嘛不讲话 我一直叫弟弟停车 他完全不理我 接着我又拿起手机 想要打电话给我爸妈 但是手机完全没有讯号 弟弟开到一处小小的平台以后啊 他就停了下来 之后就好像昏倒一样 整个头部倒在方向盘上 还因为这样压到喇叭键哦 发出一声长长的 这个时候我整个很害怕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先把我弟弟的身体摆正 确认了车门都有上锁 我拿起手机的手电筒往车外照 十周都被杂草给包围住了 非常的激进 这个时候的时间是晚上11点28分 弟弟就像睡死一样 怎么样都叫我醒 忽然间我又闻到了一股酸臭味 那个味道比放了一个月的厨余桶 都还要酸还要臭 正当我看着汽车护照镜的时候 我看到后座 坐着一位身穿红衣 脸部模糊的女孩子 这女生忽然笑了出来 方不知到我看见了她 我笑到完全不敢动 我就看着镜子愣住 她一直往我身体靠过来 所慢慢伸了过来 我不自觉的 叫出来了一声 这个红衣女子直接穿过我的身体 往挡风玻璃飘出去之后 就不见了 我发着手指把弟弟的椅背用平 接着绕到后座去 再把她拖到后座 因为我知道 继续在这个位置也不是办法 我必须要赶快把车开走 当我坐上驾驶座准备移车的时候 我透过车头灯才发现 车外面已经开始起了雾 就在这个时候 车身开始莫名的左右摇晃 车子一直发出 砰砰砰砰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拍打我的车子 这个时候我眼眶真的是放累了 现场太黑 你车头灯照到的地方 全部都是杂草 还有更高的树丛 到底我遇到了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种可怕的事情 我就看着导航 我们停在没有标示的绿色区块 但距离700公尺处有一条小路 我心想 这应该是弟弟刚开进来的小路吧 我就开始试图回转 我先慢慢的倒车 又前进想移动车头的方向 就在我成功转向要往前开的时候 就在我正前方有一个红色布条 飘在半空中 我马上联想到 刚才在车上看到的红衣女孩 我虽然很害怕 但是只有那条小路可以走 我就咬着压硬穿过她 在开回台11线的路上 耳边一直听到 回来啊 回来啊 我透过眼角看着后照镜 那个红衣女子 一直跟在后面飘着 因为我吓到全身发抖 我开车的状况 有点像酒驾会飘移啊 我开到东河包子店门口的时候 被巡逻的远景拦下来 远景看回我 脸色发白 弟弟又躺在后座 他就对我做了酒车 后来检验结果 当然是零 远景才问我说 喂 啊你是怎么了 脸色怎么那么惨白 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就把刚才遇到的所有事情 包含开到不知名山区的经过 全部都跟远景说了一次 远景呢也只是说 哦 不要太依赖导航啦 那有时候都马会乱倒 也不晓得 是不是远景的气场比较旺 在我被远景盘查的时候 就没有看到那位红衣女孩了 接着 我一路上战战兢兢的开着车 也不敢直接回家 我就开到龙安市的庙群广场 正当我打下P档的瞬间 我弟整个像僵尸附体一样 整个弹坐起来啊 跟我说 哦 我怎么睡在后座啊 当下 我也只是骗我弟弟说 啊 因为你开太累了 所以就叫我开车啊 虽然弟弟的精神不错 但是我怕 又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就是他又忽然 好像被附体一样 所以回家的路上 我就没有让弟弟开车了 回到家 已经是凌晨四点半了 发生那么恐怖的事情 我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休息 天才刚亮 我就拉着弟弟 连同车子前往熟的公庙拜拜 抵达以后 我把昨天晚上一路上发生的事情 全部说出来 弟弟才开始回想整件事情 弟弟说 那个时候啊 不知道开车开了多久 我就看到路边有一个女生在招手啊 然后一拦车 我想说 哇 晚上一个女生在外面有危险 就停车问他要不要帮忙嘛 那个女生就说 他家没有离很远 只是脚受伤 不方便走太久 可不可以搭个便车 他反正都在抬11线上嘛 有顺路啊 我就让他上车了嘛 我马上问弟弟说 弟 那你记得那女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吗 弟弟就说 红色的啊 我又问弟弟 一路上都开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突然往右边的岔路开进去 我叫你停车 你还使不停车 你有听到我在叫你吗 弟弟却回我 蛤 有吗 我没有印象 我有右转哦 这下着我才知道 我当时听到的两次开关门声音 第一次呢 原来是弟弟把路边招手蓝车的女鬼 给带上车了 我委屈的在心里面 骂了弟弟不下十遍 为什么会蠢到半路载到鬼啊 后来狗妙师傅 帮我跟弟弟收金完之后 就念了弟弟说啊 年轻人啊 祸从口出啊 你不要随意骂张话 有些场所 有些时刻 多者无心 却听者有意啊 随后师傅呢 看着我说 放心吧 那女鬼没有跟过来 只是故意捉弄你们一下而已 这个时候 我才真正松下了一口气 师傅帮车子除煞之后 还是交代我们 记得要回去禁声 一回到家 我马上用腹水洗完全身之后 我就跟弟弟各自上班去了 后来也没有发生其他事情了 故事结束 这个故事老王听完之后想 会不会其实打开后车厢 里面竟然发现了一块红布 这样感觉是不是更可怕了呢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遇到警察好像鬼就不见了 老王有听人家说过 鬼会怕警徽 警徽也能镇压邪气 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有听过的话 跟大家分享吧 今天的故事说到这里 有想要听的题材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有灵异故事也欢迎你投稿给我 投稿位置就在留言处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